苗栗縣竹南鎮 昨天晚上驚傳兒子打死父親的人倫悲劇 一名陳姓男子最近失業 母親叫他回家住減少開銷 沒想到竟然跟常年酗酒 有家暴行為的父親 爆發了口角衝突 兩個人發生了扭打 兒子最後一氣之下 拿起了安全帽 還有木棍反擊 結果將父親打倒在地 父親最後送醫不治 五十六歲的陳姓男子 十號晚間緊急被送到醫院 他的前妻和兒子緊跟在後面 但經過醫院急救 因為頭部受創 最後人傷重不治 行凶的竟然就是死者的兒子 警方調查 行凶的是死者三十一歲的兒子 因為最近失業 母親為了幫他省下每個月一萬元的房租 要他搬回家與父親同住 但死者疑似對他家暴 還要趕他出去 兩人發生扭打 兇嫌最後糞兒拿安全帽 和木棍反擊 將父親打倒在地 有家暴的狀況 對他的太太殷值 不管都有家暴狀況 那鄰居的部分也一直反映 這個是酗酒 長期酗酒的狀況 警方表示 死者長期有家暴和酗酒問題 10號下午 父子兩人先發生口角 傍晚又發生扭打 將解剖進一步釐清死因 訊後將嫌犯以過世致死罪嫌 以送法辦 記者邱石培賴斯捷 苗栗報導